作为鲁能球迷都非常喜欢第一位国脚即飞翼,郑郑一直非常受球队高层和教练组器重,郑郑在八世九鲁能倾斜是属于绝对的佼佼者,所以他在刚出道的时候,就成为了球队绝对主力和当红国脚。 原本被质疑过气的鲁能功勋飞翼,李奇会掩饰住让他重返巅峰,郑郑前几个赛季由于连续并战的不得充分休息,所以他在鲁能比赛中,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。 在这种情况下郑郑被很多球迷认定,未来肯定是要再下坡路,在这种情况下,郑郑好不灰心衣就卖力踢球,终于他上赛季精彩发挥,引起了国足主帅李奇注意,作为郑郑来说能在比赛中踢上主力。 他都是靠着自己技术和天赋,本来很多球迷都以为郑郑这两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,可能就要走上过气球型的行列。 没想到李奇会掩饰住,一旦把郑郑招到了国足,这是让郑郑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情,作为郑郑来说未来能在鲁能和国足有精彩表现,这是让他非常期待的事情。 在山东鲁能,他希望能代表鲁能再拿一次中朝冠军,至于国家队郑郑肯定希望能帮助球队冲击世界杯,相信郑郑的实力不会让球迷失望。